好 我们来关心的是2024的部分 总统大选到底蓝白有没有机会来合作呢 好 大家都很关注 那么柯文哲是回应说 不急啦 都有空间等等 那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说会保持联系 好 看到有人就说有得到一些权威的消息 虽然还没有开始谈 但是似乎已经有苗头了 好 看到是前立委这个沈富雄 他说柯文哲讲愿意跟各党的领袖来对话 那郭董现在呢没有党 所以就是不包括他 好 他说柯文哲这句话就是 简化就是说他是要跟朱立伦谈啦 那蓝白是否合作 刚刚说了还没谈 但是已经有苗头了 好 这个是来自很权威的消息 另外他也说 未来如果说侯瑜的民调超过了柯文哲8%的话 那柯文哲恐怕就会不选了 好 当柯文哲决定说不选 那国民党要怎么样来回馈呢 好 这就是整合的部分怎么谈 他说这个比较麻烦 好 那如果说真的要谈 真的要瞧人事 时间点落在什么时候呢 看到前立委郭正亮说 如果碰面不能够一下子来瞧正部的话 谁要当正的谁当副的 那厚仪去美国9月22号回来 大概就是瞧人事的一个时间点了 好 那还看到这个民调呢 被问到说这个是YT频道庶民经理的民调 好 问到说如果蓝白真的合了 你会希望是什么样的组合呢 好 35%的人希望侯瑜是正的 柯文哲是负的好来搭档参选总统 那21%的认为相反 柯文哲正侯瑜负好 那但是比较多的呢 44%是认为 柯跟侯两个人都不可能会搭档来参选 意思是蓝白应该不太可能和好 这是民调的一个参考 那另外要看到文化大学广告学系的系主任 好 看到纽泽勋他说 非律三个人要协商成局啊 这个可能性其实已经降低了 唯一可能的方式或许呢 是非律当中两个人联盟来操作 那先把一个人给边缘化 会是谁呢 好 那这个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说 整合呢 必须要有正当性 柯文哲提出的联合政府是欧洲成熟模式 百姓是可以接受的 好 如果成功的话 那么呢 有跑到赖兴德那边的人 这些选票可能就会回来 好 说到整合的部分呢 那么当然党内的部分也是要来拉拢 要来整合的 好 看到后遗呢 跟党主席朱立伦在昨天到云林三顾茅庐 前云林县长张荣卫终于是见到面了 张荣卫 张丽善 兄妹两世现身来迎接好来接待 那朱立伦就强调啊 张荣卫会成为团结的助力 要请大家拭目以待 这反拔装呢 看似成功 不过 刚刚说到再也整合 咖啡会能否成功 柯文哲就表态他不当副手 这个前提之下是可以来谈的 对此后遗他表示尊重 云林厅侯千人造势大会 侯友宜深深一鞠躬 恳请乡亲居持 这趟云林行更重要的是反拔装 因为今天见到了他 侯友宜过去两次要见张荣卫都扑空 三顾茅庐之下 这次张荣卫终于和妹妹张丽善一起 亲自接待侯友宜和朱立伦 我们先好好吃餐饭吧 多久没碰面了 谢谢 上个礼拜才跟 对 同线 谢谢 张荣卫日前才高喊 郭台铭是他心目中理想总统人选 侯友宜三访张荣卫拔锅装 但双方参序真的有共识吗 再也整合咖啡会 下周能否成行还是个谜 因为侯 柯 锅 三人都有各自不肯退让的底线 我尊重柯文哲主席的意见 大家都在努力 我相信也会很正面的 往这个方向来推动 侯友宜中南部跑跑跑 力拼泛滥归队 掌握更多的整合筹码 因为谁拳头大 谁就能掌握主导权 记者 好侯友宜昨天到云林去 那么三顾茅庐成功 跟张荣卫见到面 是否有机会真的也拔装成功呢 时事评论员董志森也点出了后遗的危机 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这是当然 我们知道张荣卫前面有一点 给侯友一点牌头吃 你来我就故意不见 其实要见很容易 那你来我反而要故意去避开的话 这个当然有他的意涵 他那时候很挺郭台银 但郭台银大家也很清楚 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他的民调也永远是第四的 也不可能再超越了啦 就这不可能 这其他前面三个人被他超越 完全不可能了 他自己也很清楚 那很多人对他一来失望 就说你如果单独选 你是毫无机会 而且一定是最后一名 你只是变成一个破坏者 大家对他现在的认定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内心很纠结 那侯友宇呢 侯友宇现在因为他在民调第二跟第三里面 游走来游走去 其实对他是非常危险的 那当然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新北的副市长在身上 新北要做有什么事情 大家就说你看 你就光顾选题都没有好好注意 我们这里怎么样怎么样 很容易被扩大 所以对他来讲他的那个压力非常大 但是我觉得说他当然他自己要很放开 而且他有一个事情他一直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他要知道他是在野党唯一的领袖 而且是最强的领袖 因为我有四百万票的新北做后盾 我是应该用来对抗民进党中央 既然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对他不反的话 我应该是叶尔卿嘛 你们是哥巴西夫 我就是要推翻 他一直 我已经讲好几个月了 我说你要把自己当做这个 你今天不是 不是执政党 他今天没有表现出 他是一个在野党有霸气的领袖 那个态度的话 他的选票会再流失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